我们在一起一年多 我特别喜欢她 她在我心中很完美 她的性格非常像公主 哪里都需要哄着惯着 其实会给我带来一些困扰 今年因为一地了几个月 我感觉非常不好 我很没有安全感 她这段时间非常地暴躁 几个月不见面 她变得异常敏感 我没办法接受不在一起的感觉 以后她必须跟我在一起 我没办法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不确定的事情 我承诺不了 有请这对嘉宾 有请 魏先生 22岁 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魏先生 有请 张女士 21岁 来自山东学生 有请张女士 有请 欢迎两位 谈恋爱谈了多久了 一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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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认识的 大学的学生会 一次社交活动上认识的 她向人打听 要了我的Q号 然后我们聊了几天 然后她追的我 你第一次看到她什么感觉 唱歌比较好听 我喜欢唱歌好听的男生 然后她也因此吸引到了我 对你好吗 我们之间这一年多有很多的矛盾 有很多感情上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就没有那么多问题了 就比如说我们当时有一个事情吧 就是她挺喜欢蓝色的 其实喜欢蓝色没有事 但是她甚至到了一种比较偏执 然后就让人就后期就无法接受了 就包括她身上穿的衣服了 然后鞋子 生活用的各种台灯了 然后包括买各种小饰品了 然后甚至到吃血糕 她都要一定要买蓝色的 就到那种病态的一个地步 这不影响你生活对吧 但是她就把这个东西要强加给我 就给我买一些东西也是 各种各样都是蓝色的 我就觉得有点 我感觉蓝色很好看呀 你不觉得蓝色很纯净吗 你是我的男朋友 喜欢我就应该喜欢我的一切 之前你不是也了解过吗 但是你这个有点 就包括不管什么东西 全部都是蓝色 你已经把它就强加给我了 已经给我造成一些困扰了呀 喜欢蓝色会有什么困扰 我实在是想不出来 就之前我不是在我们学生会里边 然后我就想就竞选一下 当个职位 然后就竞选嘛 面试 我觉得那是一个 就是非常正式的一个场合 一般不都是白衬衫 然后加个黑色西装 这个是比较正式的 她就非得让我穿一个 就蓝色的衣服 就我感觉挺花哨的 人家都是白色的衬衫 黑色的西装外套 黑色的西装裤子 你这样的话 你穿出去很特别 你不觉得你会脱颖而出吗 你穿上蓝色的就会当上呀 后来当上了吗 当上了 是穿的蓝还是穿的黑 穿的白 穿的白 当上了 这不是没困扰吗 但是因为这个事情 就吵过很多次了 有一次旅游的时候 她把我喜欢的 就是我最喜欢那个小蓝色的伞了 她拿着以后 我们就因为吵了一架 然后她就把我的蓝色伞撕了 她直接就直升了架子了 这个事也是有原因的呀 而且当时 就我们一会儿出去旅游嘛 然后我一个朋友也在那个地方 就说一会儿去找她玩一下 结果到了之后 她就觉得挺累了 就不想去了 到了酒店 但是我们当时已经答应人家了 这个 我觉得这个答应人家是一定要做 然后就因为这个 她不想去 我想去 就吵起来了 最后我还是就顺着她了嘛 就没去 但是最后没去吧 我心情也不好 我就挺生气的 结果她也是 感觉就一副无所谓的态度 根本就一点都不在意 跟伞有什么关系呢 就吵起来了嘛 发现工具 发现我喜欢的蓝色的伞 就直接这样使劲地撕烂了 这这哎呦 手机够大的了 还能撕烂 对直升架子了 然后我就很有阴影 我以后就再也不打伞了 她还说要给我买个蓝色的伞 但是我真的不想打了 我怕她再给我撕烂 不是 你现在都不打伞啊 我不打伞了 下雨天呢 不打 她给我打 哦 是 我以为真不打 是她给你打呀 那撒娇嘛 就因为这个事情 上完课在学校嘛 下雨了 也不跟她摄油走 就一定要让我 给她打着伞走 所以从那之后 我就很困扰 就提前个几天 得看个天气报 哎呀 害怕阴天下雨 然后得赶紧去接她 什么阴天下雨呀 你晴天也得给我打 行 你撒娇撒出了天际了 姑娘 只让她把我蓝伞撕了 现在她是你的伞童是吧 还有别的吗 就是我们放寒假嘛 一月份就回家了 然后后来 强行异地了我们两个人 她是比较粘人那种 就非得就是每天开个视频 然后有一次开视频吧 就我可能家里网标卡吧 她说 她说了很多话 然后我一句都没有回她 她觉得我没有说话 但是网确实是不好 她没有听到 她就把我电话挂了 就一连几次 她一定是在干别的事情 如果是网络质量不佳的话 上面会有一行小白字 网络质量不佳 但是她没有 然后我就很生气 我就挂了 她第二遍接着打 态度很不好 然后第三遍 直接到吼我的状态了 你凭什么吼我呀 后来这事怎么解决的 后来我就跟她道歉之类的 原谅了吗 嗯 过了多少时间原谅了 其实还没原谅 要原谅 今天也不会来这说是吧 痛苦吗 兄弟 这挺痛苦的 累吗 挺累的 分手 那分手吧又有点 舍不得又有点 挺犹豫的 挺犹豫的 但是犹豫的时候 其实就挺可怕的了 姑娘 你小心了 行 你有什么委屈 你可以说 她之前给我拍了一组照片 说是要出去跟朋友吃饭 然后第一天是一个兄弟 第二天还是那个兄弟 只是不同的背景 我怀疑她第二天 是跟女生出去了 她用的第一天的照片给我的 她说她要出去吃饭是吧 对 她每次吃饭还要给你拍照片报备啊 因为我不放心 不放心什么 我没有安全感 我怕她跟女生出去 跟女生出去吃个饭有啥的呀 年轻人吧 大家一起聚聚会 这有什么呢 我不同意 啊 为啥 我比较强势 我不希望我的男朋友 跟别的女生混在一起 我不希望看到这样的结局 不是 就是她以后要工作的话 她跟女同事吃个饭可以吗 那是可以的 但是你如果不跟我报备的话 我真的觉得你们有问题啊 你在隐瞒着什么 不是 报备 报备的意思就是我拍照片是吗 对 我看着她两天的内容都是一样的 我怀疑她第二天再和女生一起 你是跟女生吗 我没有啊 我给她拍照了呀 就 第二天是跟别的人 就虽然还是有她 但是还有其他的好几个朋友 为什么不拍其他人就拍那一个 我拍了呀 但是她觉得我那就是第一天的照片 我给她打视频通话 她也没有很快地接上 她过了很久才接的视频通话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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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明什么 说明有问题 哦呀 你以前谈过恋爱吗 谈过 为什么分手啊 异地恋 所以看不见你的爱情 基本就算黄了 是吧 嗯 我没有安全感 你为什么没有安全感 我就是觉得心里就是很空 我不知道别人会对我怎么样 所以你 你对她很紧张是吧 嗯 你特别害怕她跟别的女生跑了 是这意思吗 我就是不放心她在外面干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在外面干什么 她做了什么我都不知道 我让她找我 她还不找我 我们天天都是在视频通话 如果不是上这个节目的话 她根本见不到真人的我 她宁愿在自己家那边出去 也不来找我 啊 那你为什么不去找她的那么想她 女生一个人坐车不安全 启呔唷呦 大小姐哦 不找她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 是不爱你对吧 是吗 嗯 不爱就不爱了 呗 人想分手呗 人觉有压力 不行吗 行不行啊 不行 不 分手也不行啊 不能分是吧 要分也得你分是吧 听明白了 就是很长时间没见了 异地了 受不了了 是这意思吗 好好好 你们今天大几了 大二 暑假再一开学 就大三 是不是要实习了 就大三实习了吧 实习你们打算去哪儿实习啊 我是打算留在自己的家乡 青岛那边 你呢 我这个还没仔细考虑过 我觉得还有时间这个 他就想让我跟他一块去那个地方 我还没有考虑他就强迫我 我现在觉得他有点太过强势 有点压迫我了 你看他一直挑我刺 他没 他 我的天哪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那姑娘说话了 来 我们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季老师 实际上姑娘的性格呢 他是你是有点偏执型的人格 还有点依赖型的人格 所谓偏执型的人格呢 就体现在你的敏感多疑 他有一刻你看不到他的时候 你都会容易紧张啊 焦虑 你就必须要跟他视频通话 要控制他 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控制他 你就会有那种不安全感 再有一个就是你的这个依赖型的人格 你就需要你身边有人 没人你就没有安全感 你还有这种问题 男生如果你不懂女孩子的性格特点 你是跟他相处不好 他就是比一般的女孩子还要敏感 多疑 你要想得到他的放心和信任 必须随时主动地去这个汇报 他才能够让他慢慢地 能够心情 能够放松下来 再有一个 他的依赖性很强 就是你需要有更多的陪伴给他 他才会对你满意 就是你必须得懂他的性格 你才能跟他相处得好 你知道吗 但是那个性格的形成呢 肯定是跟你的成长经历啊 比如说跟你之前 可能是不是有一些这个 情感方面的这个创伤啊 可能他都会有一定的关系 而且你自己也要有一个成长 你是总是这样的性格 他会很难跟你相处 而且呢你也要给他一点点空间 虽然你们两个人是恋人关系 但是彼此是独立的人 还是要有一定的空间给对方 否则他就会有强烈的窒息感 明白吗 莎达老师 姑娘跟你谈恋爱太累了 这不挑你刺才怪了 谁跟你谈恋爱能不挑你刺啊 你告诉我 你要求人家必须喜欢蓝色 那我问你 男朋友就不喜欢你穿裙子 你从此以后再也不能穿裙子了 你怎么办 不行 我就得穿 那凭什么呀 凭什么我就必须得喜欢你喜欢的蓝色 我不喜欢让你穿裙子 你就必须得穿 你不是爱屋即屋吗 那你爱我吗 我爱他 爱他 他不让你穿裙子 就不喜欢你穿裙子 你现在下去给我换了去 你换吗 那你凭什么要求人家面试的时候 必须穿蓝色呀 什么事都是以你说了算为主 所以你再要求别人同时想一想 如果别人反过来要求你 你能做得到吗 我们是说恋爱当中爱屋即屋 可是爱屋即屋是主动发自内心的 不是强迫对方的 还有第二点 你说不许跟异性吃饭 你能保证你一直不跟异性吃饭是吗 我能 男同学不吃饭是吗 以后的男同事也不接触是吗 不会担多的 你的世界里面除了他没有任何的异性朋友 对不对 你能保证得了吗 安全感不是来源于对方给你的 永远都说一句话 安全感一定是自己给自己的 我就受不了 就是你什么都要以自我为中心 你如果一直这样的话 谁跟你谈恋爱都受不了你呢 你大二 除了谈恋爱 你的生活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 规划自己的未来 你不应该考虑一下 怎么让自己的这个知识 能够更加上一层楼 或者让自己哪怕你捣捣捣捣自己 那么多的事可以干 你每天就盯着他干吗呀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间 谈恋爱不是你的全世界 它只是你世界当中一部分 你的生活当中 还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当你分散一些精力 放在其他的事情上 你就不会觉得自己没有安全感 你也不会较真于 它是否根据你的喜好 喜欢蓝色 是否在跟别的女生吃饭 因为你的世界太小了 姑娘 如果你的世界一直这么小 眼界一直这么小 你永远找不到安全感的 谢谢 狗红兄 你的蓝色情节 确实我佩服 你已经极端 任性 偏执到无与伦比了 我们说 女人麻烦 可男人就是喜欢找麻烦 但是你女生的麻烦 似乎你已经 不堪忍受了 甚至已经逆反了 我可以这么理解吗 可以 因为你的 疑神疑鬼 是无处不在 没有依据 刚才说到了 一个蓝色的偏好 很正常 但是 从中的偏执 你把它移植到了 你们的感情生活当中 就恐惧了 而且你的这个偏执 在情感当中 如果一两次 他会认为 这是小性质 甚至是有点任性 多了以后 他内心 就会感觉你病态了 姑娘 你还真有一点了 这些问题 可能你是 自己不由自主的 无意当中 我就是这样的 小女生 我们就应该任性 但是过了这个度 就麻烦了 所以男生 如果两个人 能继续走下去的 你帮帮这个女生 多关心 呵护她一点 争取在你的 关心呵护当中 她做出改变 如果再不能改变 留一个季老师的电话 她很有可能 会成为季老师的病人的 余娜老师 跟偏执狂 谈恋爱是有很高风险的 而且偏执狂 不会爱人 只会爱自己 刚刚季老师提醒你说 你可能是不了解 女生的性格 然后我们余老师又说 你应该多关怀她 但是我觉得你这两点 都已经做得足够好了 是她有问题 很大的问题 她对一切做了 有罪推论 一上来认为 她一定是欺骗我的 所以即使你每天报备 她还会说 你用了假照片 你跟同一个人 拍了两组照片 来糊弄我 来偷偷地和女生约会 对吗 对 所以当你的网络掉线了 她也会说 就是你不想理我 你走神了 你不知干什么了 你把我冷落了 对吗 对 所以不管她做什么 你认为她是错的 她永远都是错的 跟你在一起非常非常累 你现在是无事身非 在大学里头没事干 没事了以后 就琢磨点事 折腾她一下 你这样下去 会让男朋友 接下来也不知道 自己该干吗 我觉得你今天讲的 所有你们之间的问题 都不是大问题 但唯独有一句话 是个巨大的问题 那就是男生说 我已经在犹豫 该不该分手了 你都没有意识到 他都在犹豫 该不该分手 你还在这儿作 我们说恃宠而骄 你都不受宠了 你还骄什么呀 刁蛮 任性 偏执 为所欲为 你这一切 在你爸妈面前可以 在一个已经考虑 我还该不该 爱下去的男孩子面前 你有什么资格资本 在这么做呢 姑娘 如果说你想让恋爱 维系下去 不是靠强制 而是你能否再让他 发掘出你的可爱之处 今天从上场到现在 我没找着 想想看自己的问题吧 千万不要把一个 好好的人给捉走了 如果能意识到自己有错 你还有救 如果你意识不到自己有错 一会儿一定要去找季老师 而且问题是 你今天把他捉走了 你再不改 再也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 你下一次一定会把 一个一个的男人 所有的男人 全部捉走的 哎 伯伯兄 你这严重了 不会有一个个 一个个走 看完了这个节目 如果他们俩分手了 没人敢跟他搭讪了 这话严重了 什么一个个 一个个 那个左手 指头上的戒指 是谁买的呀 他买的 戴在左手 知道戴那位子 是什么含义吗 热恋 对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电爱中的这个 一对恋人 由一个女生 来买一对戒指 给男生来宣誓 你是想宣誓 你们俩是一对是吧 买个戒指 拴不住一个男人 认识错误就得改 要不然人真跑了就完了 一起进入 进入真情六十秒 对不起 可能我有的时候 太任性了 但是我就是喜欢蓝色 没事 毕竟这么久了 我也就慢慢习惯了 你也在改变 我真的很喜欢蓝色 我认为你穿着也很好看 我希望你能为我们的 是不是多考虑一点 就我们一块改变吗 就是感情它也不是 一个人的事情 可是我们的将来呢 我们毕业后的打算呢 你不想考虑考虑吗 会考虑的 但是总得到那一步吧 慢慢来嘛 走一步看一步 你应该多想一想 你是男生呀 谢谢两位请回吧 我以为说对不起 我以后有什么改 你知道吧 就是对不起 我真的喜欢蓝色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欢迎登陆游酷视频 腾讯视频 爱奇艺搜狐视频 收看节目的完整内容 来 看结局 来 看结局 请开门 所以你喜欢蓝色吧 我就喜欢蓝色 蓝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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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穿的是蓝色 蓝精灵 我们一起见证 属于这对情侣的浪漫时刻 各位请见证 好 来 请亮灯 难怪他喜欢爱情保卫战 我们这里蓝色 我们这里蓝色偏偏 蓝色偏偏偏偏偏光 谢谢两位请回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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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